當然我們會希望把它變成類似像這樣 就是表格輸出啦 因為如果你直接輸出的話 可能是加豆點 所以再來的話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一樣 讀取資料庫部分 讀取部分的話 一樣我們會建一個view view的名稱 也許我取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是 等於是db後面加一個slate 比如說這邊 這邊的部分的話 我其實只是多加一個slate名稱 這個的話呢 Ctrl-C 那這個view的部分的話 我就直接在這邊加一下 假設這一個 那再來的話呢 我直接把什麼呢 剛剛查詢的部分 拿來做 其實拿來改啦 那裡面的話Ctrl-C 在view裡面的話Ctrl-V 如果你做好轉移部分的話 大概哪些地方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的話一樣是 就是把那個資料庫 讀過來 不過我講過喔 如果你直接 直接這個是指的是workspace 裡面那個旁邊 所以特別注意是那個 整個資料夾 那我如果是要在這個view旁邊的話 記得就是在這個前面加 os.pass 這一串 然後Ctrl-C 一下 我要找的東西 是在哪裡呢 在我的這個view旁邊 旁邊我就找到了 OK 好 那就找到這個有一個資料庫喔 那這個資料庫是檔案喔 所以以後你要發佈到server上去的話 這個方法是比較ok的 因為它就在旁邊嘛 那你怎麼知道有沒有在旁邊呢 我剛剛講過 你在這上面這一層 按右鍵 Refresh一下 這時候有沒有 Cursor 01就出來了 特別是Refresh的位置好像蠻重要的 按右鍵 重新整理一下 這樣就ok了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找到了 並且建一個Cursor 一樣把這個查詢法丟到這邊 Execute查出來了 不過呢 我要Print出去 特別是我們這個Print 不能用這個方法 那你可以用什麼 HTTP Respond 取代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用S 串接完一次再丟 ok 所以我們做法 所以特別是 兩個改變的地方 你可能要記一下 這邊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 把這個地方 輸出標題 所以輸出標題部分 我就把它改一下 這邊註解一下 不要直接改 因為這樣 可能比較看得出差異吧 S等於 那如果第一次建立的話呢 就直接 直接 放在後面 因為S預設值裡面沒東西 那我第一次是給那個 標題 但是呢 因為我要輸出到網頁 所以記得哦 Enter的話 請你記得哦 它換行一定是 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 BR BR是換行 P的話是換斷 所以你會用P 那個間距比較大 斷落嘛 斷落跟斷落 BR是行跟行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輸出 printer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又串接 所以串接的話 記得哦 這邊哦 把它註解好了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S 特別是哦 如果你要串後面的東西 加等於 好像有些同學對這個 比較不熟 第一次是預設 串接串後面 加等於什麼呢 把這個東西串在後面 ok 然後它就串 串在後面 串什麼 串它的第一欄的資料 豆點第二欄資料 最後後面記得哦 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換行好了 不然的話 你那個 沒有BR 它變成全部 全部跑到後面去了 就變成橫向 ok 它不會往下走 然後就串串串串串串 錯了 哪裡錯呢 對 多一個 你看哦 ok 所以 只要細心 然後呢 沉著注氣 千萬不要亂哦 不然錯了 就緊張起來了 明明 真的沒有什麼 好 這樣的話呢 ok呢 再來看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了哦 save一下 記得一定要save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再到UIL 建一個名稱 所以這邊我叫 也叫ScoreDB Select好了 這邊 一樣的名稱 好 建UIL好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到這邊 去try一下哦 ok 那就輸入完 Enter 誒 這時候的話 錯了 哪裡錯 Return Respond Object 嗯 變適 什麼事呢 因為我已經寫完了 對不對 但是忘了什麼 把那個結果丟到網頁去啦 所以最後哦 ok return有沒有 http 我要把這東西 Respond出去啊 不然的話怎麼看得到 ok 所以最後還有這一行 ok 寫完了 應該看得懂啦 所以剛剛主要就是改了幾個地方 貼過來之後這個一樣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這BR P把它改成BR啦 這邊串接 所以以後就串完之後一次輸出啦 所以主要這個困難點應該是處理那個 就是串接完 再一次丟出去的問題 ok 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好了之後的話呢 把它save啦 應該就ok了 save 然後呢 直接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把這邊 按重新整理一下 結果就出來了 ok 但是呢 當然哦 你看到 看到這樣子啊 如果user端看到這樣 感覺是你這個壞掉了嘛 一般都會看一個表格吧 怎麼會給我這東西 ok 他看到這樣覺得 當然不ok啦 所以接下來你要怎麼樣 把表格做出來 那表格還記得吧 所以我們在99成法表特別特別特別強調 就是如果你不會把表格輸出的話 那你等於還是沒有做到需要的東西 所以在那個3-2裡面有沒有 還有印象吧 本來99成法表是長這樣子 本來99成法表是長這樣子 然後呢 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長這樣子 關鍵就是表格 那表格的結構呢 一定是什麼 所以這可能 也還是要把那個該會的HTML語法 一定要學熟啦 他一定是 開頭如果你要畫個表格 他的畫法一定是 先畫外面 這邊到這邊 所以這邊的話一定有個table的標籤 table標籤 這邊一定有結束table標籤 再來就是TR 這個一列的話是TR table row 結束的話呢 一定也是table row 但是要結束 那每一格的話 一定也是一個TD 開頭 這好難寫 一個結束 結束TD ok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 這邊的話你要怎麼樣 把那個剛剛的東西包進來 你可以參考一下 裡面大概就是這邊 所以串接的話 你可以 假設要把剛剛的東西串進來 修改的話 我講過了 頭尾都要table 一列有沒有 所以縫圍圈的上面 TR 結束一個TR 裡面的話就是TD TD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請你把第一階段 如果做完之後 再把第二階段的表格做出來 類似長這樣子 以後呢 就是使用的方式 反正就是把資料讀出來 放到網頁上面變成一個表格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試一下先把資料呢 從資料庫讀出來 待會的話試試看 把它再變成一個表格給他